此前有美国推动的四国芯片同盟最近举行了第一次官方会谈 会谈中尽管没有提到对华贸易的控制 但是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在韩国的立场上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四大势力联合起来 显然是要从四面八方将我们包围起来 现在韩国已经有了改变 而日本也公布了有关限价的详细信息 可以看出情况正在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新究竟该怎样突破 韩国的半导体产品有四成以上进入了华夏 其中内存芯片占了一大半 而三星和SK海力士等韩公司 也在华夏有自己的生产基地 自然不愿意错过华夏这块巨大的蛋糕 所以在加入四大势力的时候 韩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合作态度 但现在看来他们也只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了 但想要让四大势力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在十月份 古深一人颁布了一项新的最严格的芯片出口政策 并试图与日和等国家结盟 这次的禁令主要针对的是高端芯片生产装备 而日和两国则是荷兰有阿斯麦 日本有东京电子 再加上美企范林公司和克雷公司 这五大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了前五的位置 前段时间 美国还将我们的一家生产光刻机的公司 也就是上海微电子 其中一个目标是讨好阿斯麦 期望他们在对DUV的限制上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但是阿斯麦看起来并没有被说服 这是由于阿斯麦相信 这些约束只能激励中企业在光刻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迅速生产出能与之相媲美的产品 阿斯麦最喜欢的就是倾销 他们在技术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可以极大的削弱我们的生产 还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不过 美、日和等国早已有了某种共识 因此极有可能会对DUV进行限制 在此之前 三人虽然已经定下了交易 但具体的内容却并没有对外公布 最近 日本方面又有了新的有关禁令的新闻 很显然 禁令仍在继续 日本专家表示 新规定将会对以前的维修工作进行严格的控制 包括对以前的维修工作 从日本那边传来的消息来看 我们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尽管到现在为止 荷兰那边还没有任何关于这一限度的消息 但是想要再按照以往的方式运输货物 估计是很困难了 阿斯麦公司也不会胆大包天的违反规定 因此 我国的集成电路行业要怎样发展 才能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 首先 努力开发一个完善的流程 美国将日本和荷兰拉到了一起 为的就是联合对14纳米级之下的高端芯片生产装备 实行出口管制 也就是说14纳米级以上的成熟工艺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 我们想要研发出更好的技术 但它们一直在克制我们 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28纳米级更高水平的芯片工艺上取得突破 毕竟高端工艺在整个集成电路行业中都是少数 更多的是以成熟工艺为主 当然 我们并没有抛弃高级工艺 因为有了成熟工艺的铺垫 我们才能更轻松地进入高级工艺 对于这一点 华国的胡维武 以及工程院的武汉民院士 也都有过同样的看法 中芯国际也是如此 先后四次投资 扩大了28纳米的先进制造工艺 其次 加快国内装备的开发速度 到现在为止 国内生产的芯片 包括激光 激光等 都能生产28纳米以上的产品 一些甚至能生产14纳米以上的产品 甚至能生产3纳米以上的产品 但是在先进工艺面前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 借着发展成熟工艺的契机 加速有关的研究与开发 持续提升技术水平 持续地突破更多的工艺 为我们将来发展更多的工艺 做好准备 特别是在光刻机方面 上海微电子 及其他与之配套的公司 及单位应加大力度 尽快实现我国的自主制造 最近 有关部委还清楚地表明 要加强对IC及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重点是要突破卡脖子的芯片 及其他核心技术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我们是铁了心 要靠自己的发展来取得突破的 正如尼光南院士所说的那样 这玩意儿是买不到的 也是求不到的 我们在发展芯片工业方面 仍然遇到了不少难题 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 我们自己的研究能力 建立起一条完全独立的半导体产业链 技术实力方面的发展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缺陷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短期时间之内解决的话 之后的限制也会更加明显 毕竟我们之前就吃过这方面的亏 所以现在也一直在做推进 在目前的领域当中 最让大家觉得难以推进的 就是我们在芯片事业上的发展 通信技术的不断改变 让大家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除开这些之外 5G的技术 以及信息时代发展的技术 需要芯片来进行支撑 但这些都是中国的短板 美国为了不让中国有优势 对于我们的限制也更多 之前还有过非常明显的 对于中国的芯片事业限制 在那一时期 我们在芯片事业上的发展 就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 中国其实最大的一个短板 来人于光刻机的制造 专光刻机制造 并不是美国掌握 但是他们也没有让河南对我们出口 因此在发展上 我们的限制也就更多 在美国围追堵截的那一段情况当中 其实我国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优势 那就是中国凸显出来的芯片发展实力 国产芯片的崛起也让美国看见了危机 最受瞩目的就是我国的台积电 以及中芯国际台积电 其实更为特殊 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企业 所以今年也逐渐被美国受变 但即使是这样 大家也并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还有中芯国际 并且中芯国际在近日 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这家公司已经成功研发出了7纳米的芯片 这些更小刻度的芯片制造出现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强的一些技术发展 而7纳米芯片的推出 也就意味着中芯国际成为了基英特尔 三星以及台积电之后 第四家拥有着7纳米生产芯片技术能力的一个国家 这些会为中国的芯片事业发展 带来更加强劲的实力推动 同时也能够让美国对我们的限制 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毕竟他们想要通过芯片运用方面的发展 来完全地限制着中国 但目前看来这比较难以实现了 在芯片事业发展当中 最有实力的一家公司 那绝对是荷兰的阿斯麦公司 而关于我国芯片 以及中芯国际7纳米的突破 其实还得到了阿斯麦公司的认证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7纳米的芯片 可以做更多方面的运用 其实之前美国一直在限制 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方面的支撑 荷兰的阿斯麦公司也同样处于这种境遇 但随着中国实力上的增强 其实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好奇和关注 因为如果说不再给中国支持的话 那么我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发展芯片视野 甚至可以因此而完全摆脱他们的限制 那么荷兰好不容易拥有的芯片视野 可能就会因此而消退了 7纳米芯片的制造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前景更加广阔 不论在通讯方面的发展 还是在之后的运行上都会有更多的优势和可能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方面也有更多的关心 台积电今年在美国进行了投入建厂 其实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毕竟台积电是我国在芯片视野发展过程当中 最有实力的一个国家 但转身投入美国的怀抱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芯片会因此而再次受限 但好在中芯国际的发展实力比较强 甚至还因此而取得了更多的可能 芯片事业方面的发展 让很多人都看见了更多的希望 我国的国产芯片以及国产企业 现在有了更多的发展 这些都是之前不敢想象的东西 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呈现 所以说之后的发展也是一种优势上的表现 关于7纳米的芯片 现在已经有了最终的定论 并且已经获得了荷兰这家公司的认可 那么我们之后在芯片发展上 就不会再受到美国的限制了 现在芯片的突破来之不易 这也给中国了一个惊喜 在一些关键性技术上 绝对不能通过进口和购买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也应该尽早地去进行突破 布兰可能会再次陷入 美国对中国芯片事业限制当中的 再次展现 所以后续的发展和表现 也更加值得大家关注了 只有不断地努力 才会创造更多的优势 中国现在由不得半点地 懈怠努力地推进自己 才会创造可能 即使有的领域非常难以呈现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放弃 中国力量赤兹13亿打造6纳米国产芯片 外媒怎么又是我国一个国家的实力 与科技实力有很大关系 毕竟只有科技的发展 未来才能有更多的可能 短短几十年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科技强国 这给许多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芯片技术一直是各国特别关注的点 我国的华为更是在国际上展现了超强的实力 不过 这次的主角不是华为 赤兹13亿打造6纳米国产芯片 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实力 不少外媒甚至直言 怎么又是中国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家企业就是紫光展锐 紫光展锐虽然名气不如华为 但在芯片的研发上也不甘落后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年 紫光展锐推出了虎奔器7520 实现了全球第一家发布6纳米EU微处理器 着实让国人骄傲 不得不说紫光展锐的进步是若言可见的 毕竟紫光展锐绝对是唯一一家能够从12纳米跨越到6纳米的公司 紫光展锐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也是相当庞大 足足投入13亿元 完全可以建成